你喜歡吃泰國菜嗎 看嘴吃素風 台灣泰國菜的 等於是他的一張重要的名片 瓦城最近最新的財報出來 明君要帶我們來解剖一下 哇 那個財報 是漂亮的 漂亮財報的背後 瓦城憑什麼 我們一一拆解他的貓膩 靠的是一字訣 細 魔鬼都藏在細節裡 為什麼營收窗那麼高 問一個數據 你有沒有吃過瓦城 吃過啊 對 其實根據統計 整個台灣平均五個人裡面 就一個人吃過瓦城 而且瓦城不只是說 他有瓦城泰國餐廳 他一系列還有七個品牌 所以幾乎每個人 一年一定都有一次到 踏進瓦城連鎖餐廳的機會 他的品牌的餐廳 以至於他為什麼營收 可以一直創下新高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昨天公佈的9月營收好了 在這個9月營收部分 瓦城的數字是來到了3.79億元 年增幅度有8.82% 創下同期來的歷史新高 累計下今年的表現 從1月到9月份的第三季營收部分 第三季營收目前達到12.87億元 也有年增達到12.2% 也是一樣創下單季歷史新高 累計下今年的成績怎麼樣呢 今年前三季的合併營收 就有37.55億元 年增幅度超過了10%以上 14.75% 一樣創下歷史新高 三高 你看月營收 季營收還有1到9月的營收 你想想看第四季聚餐啦 然後什麼聖誕節跨年 矛起來大家對外面吃飯 第四季瓦城成績一定會更好 所以 就是不會差到哪裡去對不對 不可能太爛 你在講這個營收 營收是拚錢拚貶助的 那拚禮這是什麼 你的EPS呢 對 EPS我們看一下喔 2016年的時候瓦城的EPS 是13.12塊錢 然後它其實逐年递增的 因為它地越開越多一定的嘛對不對 2017年有14.12元 2018年去年的瓦城的EPS 達到15.7元 我們算一下喔 今年光是上半年 因為第三季還沒公佈 光上半年的瓦城的EPS 就有8.54元 好 我們給它就是 不要說太碰轟好了 下半年我就估它有10塊錢 加起來應該會有18塊錢以上 已經超過了前三年的水準 代表說今年應該是瓦城呢 上市或成立以來最豐收的一年 好 那為什麼瓦城成績這麼好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台灣人這麼喜歡吃瓦城好了 根據就是個網路聲量的排名啊 真的太美味 其實台灣的泰國餐廳非常多 品牌也很多 各大百貨公司裡面 一定都有泰式料理 好 根據網友統計 全台灣最火的10大泰式餐廳喔 第一名啦 沒有意外 就是我們瓦城泰國料理 我不看二三好了 我看一下這個榜單裡面 有沒有瓦城的影子 結果被我抓到了 第五名這個大興新泰式麵食 也是瓦城集團其他的泰國麵食料理 相信大家可能有去這個威秀影城 吃飯或百貨地下街 都有看到這個大興新泰式麵食 他單家大概頂就兩百多塊到三百塊錢 然後是一碗那個泰國的麵食 所以一般的小資族 學生族都負擔得起 光是看這個榜單裡面 就有兩家是瓦城集團的 所以看得出來瓦城在台灣 人的心中真的是泰國菜的第一品牌 所以看著鬧還要看門道 那歷史三高這麼亮眼的財報的背後 我們就來講一件事 瓦城你憑什麼 你要知道這種快炒的東西 一個麵工一個主觀的念頭 都會讓那個菜味道跑掉了 我們幫大家算了一下 瓦城起碼七百位大廚 七百位大廚的月亮蝦餅端出來 很可能就是七百種味道 它居然是味道不會跑掉 乖乖的一模模一樣樣 為什麼 我覺得瓦城厲害的是呢 它 甚至是一個這麼大的連鎖店 俊翰哥提到有七百位廚師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一個經驗 你去瓦城這麼多分店吃飯 它的菜的味道根本都沒有不同 非常厲害 最厲害的是它不是西式的 它是泰式的 它可能有烤 有炸 有炒 然後還有蒸還有煮 為什麼它的味道可以這麼統一呢 原因就在於它看得很細 而且它們有一套非常嚴謹的 做菜SOP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瓦城的做菜SOP 到底有多精細 光這個火喉的部分呢 就有分成八個等級 一般火不就是 會就是會 還不是八種火 小火 中火 大火 雖然我很少煮飯 但是也知道有這三種火 八種火到底要怎麼講 瓦斯爐有這麼多開關嗎 好 它這個八種火喉就是說 它會根據你這個火的顏色 然後跟火的高度碰到這個鍋爐的距離 還有就是火的集中度可以分成八種不同等級 因為八個不同等級可以適用在 不同的做菜的料理的步驟當中 那我們舉例來說 以它們的文火的規定 就是一點點的最溫最小的那個火 對 文火的話就是說 這個好像火的舌尖 剛剛碰到鍋子的底部 溫度大約是120度不會很燙的紅色火焰 這火焰拿來幹嘛呢 爆香 什麼蒜 洋蔥 對 泰國菜一定要爆香才好吃 對不對 好 火的部分就有八種了 那 它們用大火會來炒什麼 去泰國菜一定要點一道青菜來吃 排油解膩一下 那個空心菜 對 蝦醬空心菜 好 那蝦醬空心菜呢 它們有30道的工法 非常的驚訝 怎麼炒個菜怎麼搞到30道工法呢 好 它們其實選材的部分就很講究 就是呢 蝦醬空心菜的這個空心菜的梗 不可以太粗 也不可以太細 一定規定這個直徑只能在0.4到0.7公分之間 我要去哪裡找這種空心菜 我們吃硬材 空心菜 我們在那個梗稍微粗一點的梗 所以宜蘭的溫泉空心菜也不行 太粗 對 傳統的吃鹹的比較乾 比較老 比較細的 可能會比較嫩一點點 可是你要求提供的這個農場 0.4到0.7公分之間 不可以過粗 不可以過細 好 那菜找到了之後呢 盛盤的時候也有功夫 它你盛盤你不能亂盛 你盛的時候一定要這樣 你看 上面這樣堆著尖尖的 一座山 對 色香味俱全 所以每位廚師都要練就 我這個炒菜的時候呢 盛盤的料理 我一定要把它盛成是一個標準的那個樣子 可能有一個SOP 我就是要做成這樣子 所以每一盤出來 我覺得哇 太厲害了 連空間都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你不要覺得 這個是最基本的 這邊必點的青菜 大火快炒而已 三十幾道工法 好 那還有 到了這個泰國料理餐廳 一定要點蛋就是月亮蝦餅 你告訴我裡面 還有很多貓膩嗎 其實去吃瓦城月亮蝦餅 大家都會覺得很幸福 因為它很厚 一定要一公分 規定一定要一公分以上 你知道月亮蝦餅最怕吃薄薄 你吃不到蝦肉 那瓦城這月亮蝦餅賣得有多好呢 它的月亮蝦餅一年賣出的這個數量 已經可以堆... 堆出四座的台北101 就可以知道台灣人多喜歡點這道料理 那招牌料理千萬不能夠砸鍋 這麼多人喜歡吃 所以他們的月亮蝦餅 光從選材開始就有108道的工序 這個月亮蝦餅可以拆成108道 沒有最細只有更細 細到爆 好 那它怎麼樣來拆解這個工法呢 首先在蝦子 月亮蝦餅最重要就是蝦子 光蝦子就有三種 有什麼海蝦 草蝦 白蝦 那這三種蝦子呢 根據蝦子的這個纖維度啊 或者是說它的保水度啊 彈嫩度不同 所以我三種蝦的比例 我還不能一樣 我要選 你說可能比較Q的要少一點 然後軟的放多一點 Q的要切小一點 然後軟的要切大一點 然後這個比例呢 調和之後呢 還有那個月亮蝦餅最重要 就是你要那個蝦泥 要貨 要拌 對 要拌才會Q彈對不對 連這個拍打的手勢 都有規定 對 你可能要拍幾下 或怎麼拍 才可以把這個蝦泥的Q度跟脆度 給拍出來 零零種種 加上後來的炸啊 然後切啊 盛盤啊 加起來就有108道的工具 明居今天給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 你講這兩個特有Fu 你講一個我們很小點也就算了 這個是一定 去那邊不小心都要點到吃到的 好 那我們就講說 你的SOP 你工法這麼龜毛 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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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依著做 誰來做 你要有一群部隊來做 要有廚師來做 你來告訴我們 這一群人才的養成 瓦城靠的是什麼 其實瓦城的內部呢 對廚師的訓練非常嚴謹 號稱是黃埔軍校等級 嚴格出名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說瓦城有700位廚師 圈他有132家分店 這廚師要怎麼樣練成 SOP功夫都是一模一樣的呢 他們呢 有成立一個廚藝的管理學院 你看一下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是 一般廚師沒有什麼軍階 背章 但是他們廚師都有 你看這個藍色 這個紅色 這個綠色 這個橘色 這個黃色 為什麼呢 因為創辦人他本身就是一個 跆拳道的黑道高手 我們知道跆拳道有分很多等級 有不同的顏色 黃帶 白帶 紅帶 藍帶 綠帶 他就想說我可不可以把廚師 也按照這樣的等級來分類呢 這樣子我可以知道每個廚師 他的功夫不一樣 所以他就把這樣的概念 運用在廚師的階級跟養成上面 好 假設說我是一個廚師 我進到瓦城好了 也許只要訓練了兩年呢 就可以變成綠牌廚師 那這綠牌廚師代表說呢 你可能悶啊 炸啊 做涼拌啊 都是OK的 再訓練個五年 就進身為紅牌廚師 那紅牌廚師就是整個餐廳的 就是廚房的經理了 他是一個管理階層 所以他利用這樣子的一個分級制度 讓廚師們呢 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 然後學會做泰國料理 據說泰國料理最難的翻炒這個動作 我進瓦城 我可能十三個月就可以學會 所以呢 那個料理白痴去瓦城出來 可能都會變成小當家 所以 在別的館子 你可能學個三年 五年才搞得定 十三個月 超到你會 就會吵了啦 好 我們講到了瓦城他的一字訣戲 魔鬼藏在細節裡的這個戲 他發揮到什麼極致呢 再來我們剛剛講另外一個場域 哇 一目了然 也讓你覺得原來貓膩在這裡 我們講台北心理計畫區 全世界百貨公司密度最高的地方 好啦 我們講 全台灣最有名的在哪裡 南山微風 這個地方吃的比例是最高的 你不小心逛街逛逛 我們看到大興進來去吃一碗麵好了 你的那個不小心撞見的大興進去吃麵 其實都經過他們的精心計算 沒錯 其實瓦城今年 在上半年就開了大約有十家店 那有非常多家店 一半以上的六家都開在信義計畫區 我們看一下信義計畫區 目前在瓦城就有12家店 今年就開了10家以上 那他總店數是132家 信義區就佔了12家 等於說已經是將近有十分之一的 一成一樣的數目 重壓在這個地方 你不會自己打自己嗎 可是他們就是不這麼想 因為他們有七個品牌 那七個品牌一定會有不同的價格策略 所以他認為說我在信義區的話 我第一個 我人潮很多 然後信義區有百貨公司也很多 然後有轉運賺 所以他可以把不同的這個 他們餐廳的不同的一個特性 針對不同的一些料理的特色 在那些不同的一些賣場 或者是一些比較熱鬧的地方 來做布局 所以你到瓦城 就算你不想吃泰國菜好了 你還是會碰到瓦城 因為瓦城又有出中菜料理 他們結論在信義計畫區 也是有一個卡位的動作 因為信義計畫區 今年還有一個遠東百貨 要開在那邊 大圓百百貨 所以信義計畫區 未來是不是會成為台北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餐飲的指南 所以我們早幾年 這個手機有叫做 雞海戰術 現在的瓦城 他有一個說電海戰術 我來到一級戰去插旗 先插旗 先搶先贏 我讓後追者 你根本進不來 而且厲害的是 他不只說他餐廳開在不同百貨 他開同一家百貨公司裡面 我們以去年開幕的 微風南山來看好了 瓦城就進駐了四個品牌 從我們家便宜的大興 或是一些年輕化的 Yabi Kitchen經典新品牌 還有可能團體聚餐 或是家庭聚餐 單價比較高一點的 瓦城跟時時鄉 他們就開在比較高的樓層 六樓 所以一整個百貨公司 就有四個品牌 他們全部進駐 就是要吃你吃到死啦 讓消費者 你根本沒辦法逃過 瓦城的手掌心 你就是吃東西 你就會想到 到瓦城集團裡面吃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他們瓦城 不只是說他們在餐飲上面 有SOP 他們對科技的追求 也是很有野心的 這個小小的盒子 大家滿特別的 這做什麼用的 你知道一般我們去餐廳吃飯 要叫服務生的時候 比較先進的餐廳可能 有按那個服務鈴 可是它不是 它是一個盒子 它有四個麵 有一個吃飯麵 要加水 它有結帳的 你不用叫服務生 你就轉到那個麵 譬如說 我想要加個水 就一個杯子 然後服務生看到之後 他在我這個地方要加水 我就去拿水來加 不用說過去可能我去 還在排泄 對 我叫他來 我要加個水 過去三分鐘都過去 可可死了 可是這個不用 他就是轉過去 你先試試試看 來吧 我也想想想想想 你先看 快點 起來 感谢观看